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去取手 曾经看到报纸上报道 高学历 高离婚率 离婚率最高的是博士硕士 那博士硕士书念的多不多 多啊 那他也很好学啊 怎么会越学越不懂得做人 不懂得包容 不懂得反省呢 代表所学的大半是知识跟技能 而不是做人的智慧 学这个字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学觉悟 学明白 做一个明白人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为小时候书念的少 很多思想 比较不复杂 所以 赛翁司马 焉知非福 我有一个同学 从小就看歌林童话 看很多书籍 初中时候就开始看心理学的书 他阅读的书量 可能是我的十几倍都有 甚至也还超过 常常我在跟他探讨一些问题 讨论完 他会皱着眉头跟我说 他说啊 李旭啊 我的脑袋可不可以跟你交换啊 他想着每天觉得很复杂 很痛苦啊 想不出个头绪出来 我们可能一句两句 就把这个情况怎么样 破解掉 为人处事 只要能掌握纲领 解形相应 一个人智慧的开弦 不会太困难 只要掌握住了原理原则 像我们四千五百年 老祖宗中的 给后代子孙的教诲当中 有三个大纲领 告诉我们要立身 处事 处事 接物 接物是与人相交往 在与人相交往当中 写了两句话 两句会不会太少 过不过瘾 过不过瘾 不过瘾 再经不再多 这个原则你抓到了 其他所有的态度 你会触类 旁通 老祖宗留下来这些 刚领性的教诲 都是去无存经 我们要善于去体会 其中这两句提到 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 那是时时在跟人 互动当中 都要有这样的存心 设想到 对方不能接受的事 我们就不要强压在 他的身上 当然这一句话 再反过来理解 己所欲 也要怎么样 失于人 但是这个己所欲 失于人 就要有善巧 方便 观机而行 他现在的状态 能接受到多少 你可不能一下量太大 会把他吓退了 要能寻寻善诱 尊尊教诲 这个不只是在朋友 以至于是你自己的小孩 学生 都是如此 因为欲数 则不达 所以我们以善心 行的恶事 在生活当中相当普遍 但是为什么善心 到最后会反而不利于对方 甚至于产生一些距离 一些误解 都在于 我们那个心不够清净 那个心急于求成 急于求素 这个求素 是一大 毛病 一大毛病 我们现在看到 多少事情 在处理当中 都在强调 快一点 快一点 赶快收效 这样就没有道法 自然 没有道法自然 必是逆道而行 终究 损人损己 我们看到 为了满足人的 欲望 人的食欲 在养这些动物的过程里面 加入了非常多的荷蒙 抗生素 本来 一只猪 在三十年前要养多久 养多久 一年 现在呢 可能不到半年了 以前一只鸡要养多久 六个月 现在 二三十天就好了 看起来 真科学 真快速 他不了解 欲速 则不打 这些鸡生长的环境 那真是 太没有仁慈之心 都把它封在一个地方 隔开来 还怕他们互相 用嘴巴 攻击 还把嘴怎么样 切掉 死死都要喷 喷大量的杀虫剂 因为怕传染病 因为太密集了 又要让他身体长得快 打荷蒙 打激素 一下就 大起来 你看 不符合 自然 正道的做法 绝对是 所有的人 都得到害处 谁得好处了 我们吃的人 有没有得好处 没得好处 甚至于连下一代都赔掉了 我们 代班 现在 女孩子的 生理期 有的八岁九岁就来了 越早来 代表她的生命 越短 因为从小的食物当中 太多的 荷蒙 抗生素 已经把她的生理 整个都弄乱掉 我们 为了食欲 这样对待动物 自己也没得好处 人不够理智 禁干这些 害人 又害己的事情 不只是害人 害 所有的生灵 我们也不得好处 再来 看到 我们的蔬菜水果 被一些昆虫吃了 人也太吝啬了 念念都想着 如何把这些虫 怎么样 杀光 我是万物之灵 没有事不能干 这个已经把万物之灵 错解了 这个灵制是什么 灵制 是明白 是有智慧 才可以称为灵 灵起作用 应该是与 好生之德 相应 三支经里面提到 三财者 天地人 人能并列 天地成为三财 最主要是 万物之中 只有人类能把天地的德行 实践 演出来 这是人最可贵之处 但当人不往这个德行的方向走的时候 所发展出来的 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 很有可能 连禽兽都不如 因为 人的贪念欲望 无止尽地扩展 到最后就会造成人类以及万物的浩劫 所以在四千五百年的教诲当中 历生就提到 要 尘分 治愈 面对人的欲望 要懂得节制 懂得 克制下来 不然 一发会怎么样 不可 收拾 能 节制得了 欲望 才能真正把人的品德 演出来 我们 发明了大量的农药 还觉得自己很聪明 所以 聪明 只要 存心 没有人德 这个聪明 绝对是 反辈 聪明 误 聪明 是才华 必然要 配哪一个基础 才行 德行 中国话说 德才 兼备 这一句成语 已经把 教育孩子的 先后顺序 讲出来了 什么在前面 德啊 几千年来 传下来的智慧 我们不用 尽是先发展 他的才艺 有德 有德 有才 是上品 优质品 有德 无才 是赤品 没有像上品这么好 但是啊 还派得上用场 诸位朋友 有德 有德 有才 他终有一天 会怎么样 会有才啊 为什么 有德之人 念念会想着 利益他人 这一股动力 一推动 他很多的潜力 自然而然 慢慢 激发 出来 这个德 是根本 所在啊 这个根本 一抓起来 刚举 人生的目都脏了 我从小 读书 都是很平庸 没什么才华 从来没有参加过 任何才艺比赛 什么演讲 朗诵 没有在我的生命 出现过 所以我的口才啊 很差 跟人家吵架 都吵不出来 吵不起来 就是因为 父母啊 给了我们 很好的身教 绝对啊 不要占人便宜 绝对要 死死 去替别人着想 当我在大学时代 听了一些 健康 做人的道理 我就很欢喜 因为啊 在升学之下 这些 做人处事 以至于能利益他人的 学问 很少能听得到 读乐 读乐乐 怎么样 不若语重乐乐 我自个啊 在 逢甲大学的对面 有很多的泡沫 红茶店 找了一家 到地下室 搬了几张椅子 一张桌子 几张椅子 然后去拜托同学 拜托学弟妹 你来听我讲讲课 从这里开始干起 那一个礼拜啊 就讲个一两次 那时候根本没想说 自己又没有演讲过 没有什么 朗诵 都没想过 只是一个念头 这个东西不错 你拿去用 就这样而已 也随着 在讲课的过程里面 我们这一刻 利益别人的心 能提得起来 突然发觉 凡道智 众且疏 物极己 物模糊 看我们讲话很快 别人越听啊 那个眉头皱得越严重 这个时候你不能 哇 随着自己的痛快 还在那里挥洒 那哪有仁慈啊 看到别人 你听得很吃力 慢慢语速要怎么样 要放慢 所以君子九师要实时用 要四师名 看到别人的表情 要了解到他当下的身心状态 而我讲课最大的得力处 在于听师长讲经 师长语速非常的缓和 把我们本来啊 急躁的性格啊 就在一句一句当中 把你调伏下来 你要听得很亲近 就必须跟师长讲话的频率怎么样 一样嘛 所以听了一年两年 这个躁动的性格啊 慢慢就降伏下来 所以师恩难报 太多太多的生命喜悦 都来自于有名师指导 有德的人 他的才华 必然会不断彰显 出来 所以只要有德 这一个人一生 绝对会有成就的 无德无才 是废品 我们教诸下一代 无德无才 那就对社会没有用处了 最后 无德有才 是危险品 很危险啊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生产出哪一种 产品最多啊 我们面对下一代的这些孩子 这些年轻人 你有没有信心 他以后为人父能当得好啊 为人母能尽职 你相不相信他往后入了社会 是能念念包容别人 念念成就别人 我常常走在路上 会观察这些年轻人 现在的长相 因为相有心生 观察到啊 年轻人 眉头都翘得特别上来 代表啊 内在有哪一个习性多 傲慢 对于年轻人长傲慢 我们内心非常的不舍 还没有读社会大学 首先已经把 要把要能把社会大学 读好的态度都失去了 活到老 学到老 学不是在学校教学啊 真正的领会 往往都在步入社会以后 快速体会 年轻人的傲 因为自卑 悲 得才 一定要把德 摆在前面 年轻人 年轻人一长起傲慢 就与德相悖了 长了浮华之气 他的德就炸不了根 地址余利学文提到 不利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而 无德 有才 是家庭的 一个 祸端 是整个国家社会 很有可能的祸患 现在 高学历 都有 很多 高犯罪 科技犯罪 都是这些 脑筋特别聪明 的人群 做出来的 脑筋这么好 整个治安 是防补 胜防 这是我们自己栽培出来的 不赶快从德下手 警察再多 有没有可能把治安压下来 难啊 你看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了 有一些国家 还拨了一个很大的款项 来 所有年轻人要结婚 先上课三天 有没有破例 我们自己想一想 那三天再上课用什么态度 我都这么大了 笑话 这个我会不懂吗 这一些做人处事的态度 等到成人再来教 效果都很有限 要从根本从小的德行 扎根才是 解决治安的根本问题 在重视德行 教育 我们在 大陆期间 有一个地方 叫汕头 在广东南部 汕头 有一个非常好的风气 特别重视 孝道 那也很奇妙 我到 海口去 举目无亲 杨老师跟我到了海口 不到 还没到一个礼拜 他就跟我挥挥手 说再见 我父亲在我还没离开以前 给我千交代万交代 说你到大陆去 就躲在杨老师后面 好好跟着他 看他怎么说话 怎么做事 先学一段时间 我跟父亲点点头 是 但是人算不如 天算 不到一个礼拜 我跟杨老师到了山东区赋 看了三孔 孔福 孔庙 孔林 内心非常的伤感 几百片赞叹孔子的墓碑 几乎全军覆没都摔断 只有两个墓碑没有摔断 其中有一个墓碑是康熙皇帝赐的 因为那个墓碑有几十公尺高 他们挪不动才幸免云岸 深刻感觉到文化的摧残退上 速度 我们难以想象 真的 诸位朋友没有去看到 你的感觉不会那么强烈 三孔是门庭若四 车随马龙 我们参观完三孔 到了周公庙 一个人也没有 连周公庙 庭院里的树 都已经东倒西歪 没有人去整理 诸位朋友 您看到这一幕 有什么体会 孔子最崇拜的人 是周公 真正 向往 仰慕 孔老夫子 学问的人 同样会尊重 周公 我们很自然的就要到周公庙去礼拜 看到这个现象了解到 真正在三孔里面行走的人群 是不是渴望深入中国文化 很少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去 我们现在人 活在虚荣当中 很怕别人问说 哪里你去过没有 你有没有去过欧洲 有没有去过欧洲 好像没去过就很丢脸 所以竟参加很多的旅游 参加旅游的目的在哪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增长见闻 以便提升学问 又能利益他人 现在把这个旅游的本质 意义啊 忘记了 出去都是上车睡觉 下车 你们怎么知道 到处买药 问他什么 都不知道 去山孔 也是怕茶余饭货 人家问他 你有没有去过孔庙 没有 哎呀真是丢脸 连山孔都没去过 人生啊 假如这样活着 累不累啊 累死了 看到这一幕 杨老师马上很严肃地告诉我 他说啊 我不能陪你回海口 我们必须要 做一个 文化网站 让所有有心 深入文化的人 都有一个学习的平台 所以 我必须留下来 把这个网站做起来 你自个啊 回海口去吧 刚到大陆啊 人生地不数 马上就要回去 这个时候 又考验一个人 有没有理智 当下起的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回家 其实啊 我一点都不恐慌 我到海口一个多月 有一点闲下来的时间 才打电话回来 每一个朋友第一句话都问我 你在那里啊 过得好不好啊 我告诉他们 我用三句话来回答 第一句啊 得不辜 必有理 这个不是等一个月以后 我才有这个信心啊 是时时都有这个信心 你只要真诚待人 绝对啊 四海之内 接兄弟 四海之内 接兄弟也是结果啊 我们要纵对因 就是有真诚 有恭敬之心 在论语里面也告诉我们 君子 敬而 无私 与人 恭而 有理 孔夫子 孟夫子 圣贤人 道理给我们讲的 够不够清楚啊 很清楚啦 只要我们是这种 纯心 言行 必然能够 契入 四海之内 接兄弟 我把这两句话讲完 朋友就说到 那你在那里啊 混得不错 接着我就说到第三句 责任的承担 是成长的开始 欲不着 不成期 人不磨啊 无法把潜力发挥出来 刚好啊 闽南语有一句话提到 做武的承担 做人的磨啊 结果我做武又做人啊 一定要要担担 有时候啊 有时候啊 人生这样啊 给自己 幽默幽默 也是挺有味道的 也期许自己 不能 让人丢脸 不能让牛丢脸 很心难接受这些考验 当杨老师叫我 一个人回海口 突然论语有一句话就出现了 事不可以不鸿意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义众乎 实时用这颗仁慈之心 去对待别人 不义众乎 不是很沉重啊 是当我们以仁慈之心 对待别人 将成为别人学习圣贤学问的好因缘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啊 不是沉重 很重要 要实时提起仁慈之心 给圣贤人脸上贴光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要尽情受 尽情受 以教育 以弘扬圣贤学问 为己任 要从一而终 把他做下去 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才能走得长远 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这一颗真心 恒心 才能影响深远 用这样的态度啊 就开始 在海口啊 扎根 也很幸运 第一次去跟 一位 汕头的 朋友 因为他有一块 四百平方米的 房子 空在那里 没有用 很多人来给他借 他都 很多人来给他租 他都不租 那一天 刚好有一位 王大哥啊 陪着我 去跟他 喝茶 结果 喝完茶 聊了一下 又谈到 得子本在笑道 他听了很高兴 马上就答应 免费借给你 其实啊 我们的善心 一定能感 众人的善念 来促成 因缘 后来我到汕头去讲课 所有整个过程 都是他们安排的 非常的 周详 周详 非常周延 当地有一个 数十館 叫 绝西园 绝物 西方 这一个 很大的 乐园 我们要觉悟啊 这一生一定要成为 其中的 怎么样 一员 这一生一定要 成为其中一员 请问 这一生什么时候 成为其中一员 啊 生者 决定生 去者 拾不去 当我们的存心 时时提醒自己 要用诸上 善人的态度 心尽 佛土 尽 当下你在哪里啊 我们学习 无量寿经 目的在哪 学无量寿经 要转无量寿经 转成生活的 点点滴滴 而无量寿经 把阿弥陀佛 从因地菩萨 如何修持 到 把极乐世界 实践 成就 整个过程 都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学 无量寿经 要干什么 要做什么 要做极乐世界啊 是不是 把方法 理论 都讲得很清楚 把存心也告诉我们啊 我立誓愿 都胜无数诸佛国者 树生我岔 受安乐 那一份 渴求众生 赶快破迷开悟的心 那是成就 西方极乐世界的因 那种爱心 那种决心 纵使生子 诸苦衷 如是怨心 永不退 我们学到了 阿弥陀佛的纯心 心同佛 怨同佛 解同佛 行同佛 我们把无量寿经 演出来 当下就能 做极乐世界 这个绝西园 创办的人 相当善良 他的初衷是 为了少让 众生又受到 残杀 今天 这一天 有五百个人 来吃素 请问有多少生命 不会受 残杀 多少 那很难算 可能是五千 甚至于 五万 都有 心很善 打算 每个月 亏个十几万 三块钱 吃到饱 三块换成台币 十二块钱 菜有几十道菜 这种 素食馆你敢不敢开 信心重要 立他的心重要 他是义无反顾 开了 已经开了 一年多了 没花 没花一分钱 还赚钱 不可思议 赚到的钱 还分成三份 第一份 印经典 他素食馆 不只是三块钱 吃到饱 所有 辱道士 三教 好的教委 还免费送人 很多来吃饭的 都是开车 开了一个小时 也要他来这里吃 有吃 还有鸡 吃饱了 还可以泡一堆书 回去教孩子 回去修身 第一个月 开张 每一餐 超过五百个人 来吃饭 然后来吃饭的人 其中有一个 司机 寄生舍司机 很有意思 第一个礼拜 第一餐 吃四盘 四大盘 过了一个礼拜 吃三盘 再过一个礼拜 吃两盘 最后现在都只吃一盘 你看 人有没有良心 而且 他开始学习圣教以后 烦恼自然怎么样 减少 烦恼越少 消耗能量就不多 而且这个司机都有意思 你只要要送法宝给人 打一通电话给他 他生意可以不做 马上开车来帮你拉 然后这些经书都摆在他的 计程车上 人家一上来 人家一上来 这个书不错 马上跟他说地址规怎么样怎么样好 哪一本书呢 对你很有好处 边开车 还边弘法立身 这么多人来吃饭 掌养一个仁慈之心 又有这些经书去引导他们 怎么处事 怎么教育小孩 他们开了一年多 当地的长官跟他讲 说我们的犯罪率下降 这是真正找到什么 根本 德才 德要在前 德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了解到 德的重要性 进一步就要懂得拿捏人生的轻重缓急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树 树的背后其实是什么 自私自利 要求快速 求快速的目的是 能给我什么好处 只要我的好处能达到了 纵使 伤害多少森林 我也 视若无睹 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 看起来是进步了 有没有进步 人真的 欲令自明 利令 自昏 还在大谈 你看我们这一代的人类 进步那么多 常常有一些 家长听完课 他会跟我说道 他说蔡老师 你说 人类的道德退步了 可是物质总算进步了吧 你看发明了这些这么多新的东西 包含吃啊 那新的东西可多了 你看以前有没有饱咖咖 以前有没有这些零食 都没有 所以啊 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了 很多新的疾病啊 也应孕而生 现在癌症 眼有眼癌 蛇有蛇癌 皮肤有皮肤癌 哪一个地方不长癌 病从口入 你说 所以食物进步了 活得明白啊 好 那你说食物没进步 再来 衣服总进步了吧 衣服怎么穿才健康啊 注意看 我穿的是糖装 你看多舒服 穿得那么紧身啊 血液循环都受损 有没有 你看很多人穿衣服 都学西方人穿 穿到最后 不运症的一大堆 你看现在 我走在街上 看很多人穿衣服 肚子都露出来 有没有 穿那个裤子 还这边破一个洞 那边破一个洞 有一个奶奶 她的孙子啊 买了条裤子回来 隔天早上啊 她孙子穿裤子 大叫 因为 她奶奶说 哎呀 这个孩子怎么连裤子都破了 把她补好 后来 穿的衣服啊 反而越穿越不健康 万病的根源 在风寒 人有体内 有这个寒气 武脏就慢慢受损 最容易敢风寒 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 我们 这个颈 颈后啊 这个都脉这里啊 你要把它保护好 现在呢 越穿越少 这里都空掉了 第二个就是肚脐啊 肚脐啊 现在肚脐也空掉了 现在的女孩子 你要小心 金玉其外 看起来 哦 花枝招展 回到家里 可能生理起来 都是在 地上打滚 这个我有去做过调查 我有时候在谈论 这个女孩子健康问题 他们底下会说 蔡老师比女人 更了解女人 这个是用心的问题 就观察到 确实现在 年轻人的身体 一代 是不如一代 所以我们说 食物进步了 衣服进步了 要求其食指 要冷静 我接着 跟他说道 所有人类 最大的物质是什么 最大的物质是什么 我们 赖以为生的 地球 是不是最大的物质 没有比这个再大的吧 请问 地球进步了吗 进步了没有 快速毁灭 科学家一再呼吁 假如人类不停止 污染 大自然 再过五十年 一百年 很多的地方 几乎不能 住人 我们人类还洋洋得以 科技进步 我们成了破坏 大自然的 筷子手 有一个统计数字 值得我们深思 一万年前 每一百年 有一种物种消失 一千年前 每十年 有一种物种消失 一百年前 每一年 有一种物种 在地球消失 二十年前 每一年 有五百种物种消失 各位朋友 这几十年在干什么 工业革命以后 快速破坏大自然 一年物种消失 一年物种消失的速度 从一变成多少 五百倍 五年前 每一年 有一万种物种消失 人类不是万物之灵 是万物的什么 筷子手 有一个 作者 这么样形容人类 他说人类 就好比 癌细胞 听到这里 会不会觉得 有点不能接受 我怎么变癌细胞了 这个辟育相当恰当 癌细胞 在未快速发展 它越发展 就去压迫到 其他的器官 癌细胞确实 越来越扩散 越来越多 越来越壮大了 等整个身体 机能完全被它破坏了 身体会怎么样 结束生命 当身体结束了生命 癌细胞能活吗 它还是会死亡 它逞一时的 益气 去扩展 到最后它也 无法生存 相同的 所有的 生物 万物 就好像身体的 很多器官 细胞 我们人 是万物之一 就好像身体的 某一个部位 结果现在我们 变癌细胞 快速发展 把万物生存的 空间 都摧毁掉 我们洋洋得意 我要怎么干 就能怎么干 突然有一天 地球啊 完了 我们能不能活 活不了 这种爱护自然 为后代 负责的态度 中国老祖宗 已经沉船了 几千年了 我们没有接下来啊 以前的中国人 会不会干出 我有好处 后代子孙收拾残局 这种事会不会干得出来 绝对干不出来 都是时时想着 如何成就后代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 不是这样啊 只要我现在 能得银头小利 我哪想那么多啊 我中国 中国人将出现 有一代 会被后代子孙 骂得狗血淋头 会出现这一代 各位朋友 是哪一代 我们这一代 好好冷静啊 面对这个大时代 我有一个长辈 四十几岁 他讲了一句话 很有味道 他说我们这一代 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 是被子女 子女娱气的第一代 但是啊 也不能卖万坦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没教嘛 我们把主要的精力 耗在赚钱 名利嘛 你没有教 下一代当然没学会 得 重要啊 我们不要让下一代 在那里 谩骂 你们留给我们的 是什么水 是什么空气 又是什么土壤 更重要的 你留给我们的是什么 乱七八糟的思想 让我们的人生苦不堪言 因为啊 抉择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抉择 折什么 其实 理智判断抉择 这是同一件事 有理智 你才会下判断去抉择 这是一个动作 连续出去的 但是前面 要透过好学 我们刚刚也提到 学要学对东西才行 现在 书局里面 哪一类的书特别畅销 哪一类的书 理财 再来了 心理书籍 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 人心的状态 理财都代表人现在 最想追求的是什么 财富 而经营人生 假如从财富先下手 败向 一路 因为你有所重 有所失 当你重视 只是钱财的 堆积 你一定忽略 下一代的教育 金钱是五家 共有 火灾要你的钱 水灾要你的钱 贪官污吏 要你的钱 盗贼小偷 要你的钱 盗贼小偷 是整个社会风气 所形成 当我们 时时都是 向钱看 向钻石 宝珠看 盗贼小偷 就会越来 越多 社会它是一个 共同体 整个思想观念 会互相影响 当我们每一个人 回到自己的生活 工作岗位 都能演出 重德 不重欲 社会风气 就在点滴当中 再怎么样 转变 我记得 在念 书的时候 在念师范院校 几个同学 一边吃饭 一边在讲 哪一个老师 哪里不好 哪里又不好 刚好 我要回座位 吃饭 我心里想 他们看到我 一定会觉得尴尬 所以我就 低着头 亲步 回到自己座位 慢慢吃 不要脑害众生 其中有一位同学 看到我坐下来 就赶快 告诉其他的同学 我们别讲 你去回来 他们会觉得 怎么样 不好意思 人都有良知 是我们演得不够彻底 换不行 不然社会风气的转变 其实速度很快 刚刚我们举那个例子 决西远办起来 才短短几个月 一年多 整个地区的犯罪力就 降下来 我们要体会到 这一点 就能够重得 而不是先求财富 我们也要把财富的真因 跟有缘的人说清楚 那为什么看心理学书的人 很多 也透露出什么讯息 人心不安 很多教育孩子 一个头两个大 买了一大堆书在看 其中有一本书还告诉他 孩子到了十二三岁 将进入龙卷风时期 所以你要先做好准备 有没有道理 他每天在那里看着 儿子的嘴脸 要叛逆 要叛逆 突然有一天 心想事成 觉者未因 迷者未果 迷惑的人只怕结果 觉悟的人从原因下手 自然不遭苦果 理智在这里 很多数字出来 告诉你 离婚率越来越高 那一天我看报纸在火车上 有一篇报导 这个数字 透露 北京离婚率 已直逼五成 我们看了之后 非常忧心 因为教书很明白一点 当学生的家庭状况越不见钱 他的人格 得到的呵护引导 就缺乏 都将带动整个社会的动乱 这个数字你看了之后 对你有没有好处 癌症四个里面就有什么 一个 你看这些数字 都是科学的产物 有一次我说 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得癌症 底下的人看看左边 不是抽签的啦 别担心 心善 身体就善 这些数字 把人都吓呆了 还有一个数字说 忧郁症的比例最高的 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 老师 担在等 这一些心理研究数字 我们要醒思到原因在哪 不要公布一大堆数字 搞得人心 黄黄 假如 这一对夫妻从小就学弟子贵 保证一定会让人 新鲜 羡慕他们夫妻的 相处 只要圣贤学问 从小都有扎根了 离婚率自然怎么样 下降 很多的家长 待会儿拿拿 美国的教育方法 后来两三个月之后 又说意大利的不错 还有苏联的不错 孩子呢 年纪才三岁 不知道用了多少教育理论 理不理智啊 我们要研究一下 很多心理学家 发表的理论 有没有印证它是真理 有没有 没有 有时候事隔五十年六十年 他的理论被否定了 还有的是 自己 年轻的时候 写了 这个理论 活到七八十岁 他觉得 我说错了 重新再发表 那你是要看他 四十岁的理论 还是看八十岁的 看几岁的 八十岁的 假如他活一百岁 又写出来了 四十岁比较单纯 还是八十岁 那单纯比较契合 智慧还是复杂 你去看看你周围 是小学生比较有道德 还是大学生 还是已经在社会翻滚 数十年的人比较有道德 要冷静观察 当我们相信他所说的 这个时候 你就会用他的思想 来做抉择 所以抉择当中 最根本的叫折念 折思想价值 思想影响 行为 行为 养成习惯 习惯造就性格 性格最后决定什么 命运 真正明眼人 光看你的 思想行为 就可以断你的 命运 相不相信 有一个朋友 他以前有两个同事 同时到了一个 百货公司工作 后来 经过一段时间 有一个深的销售部经理 一个 因为他们同时进去 是当销售员 一个深的销售经理 一个将为 售货员 一个深一个将 同时进去 刚好 他经过这家 百货公司 他就进去探望 这两个同事 在下电梯当中 他看到了 有一张 员工 贴在员工 公布栏 上的 一张 手折 松掉了 只剩 一个脚 黏住 在那里 摇摇欲坠 这一位朋友 就说到 哎呦 那个快掉了 贬为售货员的 那一位同事说 哎呀 别管他 不关我们的事 另外一位 身为销售经理的 马上走过去 把他 撕下来 然后说 我送你走以后 回来 我再把他贴好 答案出来了没有 他为什么能升官 在于什么 有责任心 公司的事 就是我的事啊 这样的人才能被提拔 能够把 公司的事 当自己是的人 人 他这个态度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 什么时候 从家庭嘛 所有行为的模式 态度 根源都在家教 假如他在家里 完全不管事 他到公司会突然有责任心吗 那不可能 有一个爸爸 他就要试验 三个女儿的责任心 他要想想看 我的教育成不成功 就在他房间的门口 横摆了一只 哨把 把路挡住 就把大女儿叫过来 女儿啊 女儿过来了 看到这一只 少把 水很自然的跨过去 走到了父亲面前 爸 有啥事啊 他的爸爸有点伤心 没关系 后面还两个 要把二女儿叫过来 同样啊 都是 四落 五堵 跨过去 三个都 失败了 突然又想到一个人 老婆啊 太太走进来 一看 马上怎么样 她为什么会见 这是我家 这是我的事啊 我有责任 这一次上完课 回到家里 故意把一个 酱油打翻 看你的孩子 走过去 是什么反应 假如他还叫你一声 妈 翻了啦 这样不错了 从行为啊 看出他的命运 从他的思想 就可以断 一点都不夸张 一个人的思想 可以断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家庭的思维 同样可以断什么 一个家庭的家运 一个社会人的 整体思想 可不可以断这个社会 往后的命运 能不能 行啊 诸位朋友 我们的家运如何啊 我们往后的社会 会如何 当然啊 命运 是动态的 是可以改变 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当 每一个人 有这样的态度 每一个家庭 有这样的体认 家庭又是 社会的一个细胞 社会就好像 一个器官 当细胞都觉醒了 整个器官 整个社会 就能够好转 起来 我们从根本 抉择人生的思想 开始 不能抉择错 这一错啊 就全盘接触 诸子 芝加格言 提到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为什么要读经书 正确的思想 今天 心理理论 后面印证不对了 他来告诉你 说对不起 虽然你很热爱我的理论 但是我要告诉你 前面我讲错了 你说 我已经教我女儿 教十五年 用这样教了 那他会怎么回你 他会说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节哀顺变吧 对啊 孩子的思想 先入 为主 你拉不回来啊 谨慎 如何让孩子脑中的东西 是能够成全他一生的人格 成全他一生的成就 不用大费周章早啊 中国文化 沉船了五千年 所有的理论 道理 都已经 经过 时间印证 又同时经过 空间印证 真理 我们到这么多国家地区 讲过 地质鬼 讲过中国文化 在澳洲 也有当地的 澳洲人民来听 那时候在讲课 我们坐在后面 我在 金钟学院学习 澳洲人坐前排 我们在后面观察他们 听故事 听讲课 听到会心处 都会怎么样 在那里 点头 事后 跟他们座谈 就请教他们 你们听了 有什么感受 他继续点头 他说 做人应该这样 做人应该这样 他听了指路负迷 敢不敢动 他听了明子迁的故事 敢不敢动 感动啊 因为人之初 不是中国人有啊 所有的人都有 只是他没有这个缘分 接触这些圣贤的榜样而已 不然他那一份善心 都会源源不绝 点燃起来 今年三月份 我到 悉尼演讲 雪梨演讲 当地的 澳洲人 有人来听 要透过翻译 有时候讲笑话 他要停三秒 才会笑 但是很奇妙 讲到第三天的时候 那三秒钟 几乎怎么样 不在了 好像我讲什么 他就懂什么 就很会心在那里 对你笑 确实 人与人的沟通 不只在言语 而在什么 一种心境 心意 证实 超越时空 我们 不要人在福中 不知福 好好感谢 要懂得知福 然后呢 喜福 然后呢 我们明白到 中国古圣先贤的 存心 资源 记得 有一次 听师长 讲课 也是在 刚开始 接触 经典不久 有一次 师长就问到了 四大古文明 为什么 剩下中国 为什么 你看 人生很多问题 要思考 所以你现在这么善良 原因在哪里 要追本 溯源 人的感恩心就怎么样 自然就上来了 因为任何事情 都不是偶然 在中庸里面 有一段经文 我看了很感动 非常认同 提到 父为大夫 子为四 仗以大夫 仗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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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当大夫的官子 儿子 只有到 读书人 到四人 这样是父亲当的官职比孩子还大 祭祀父亲的时候用大夫礼 因为父亲在社会当中是当大夫 他对这个社会有什么 有这么大的贡献 所以祭祀的时候我们要用大夫礼来祭祀他 可是他对于这个社会往后的影响在哪里 他死了往后的影响在哪 在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只当了士 往后的影响只有士的范围 所以祭祀他往后用士 假如父亲是士 但是孩子栽培成大夫 祭祀的时候葬他的时候还是用士人礼 但是往后每一年祭祀 他的儿子对社会有大夫的贡献 祭祀都用大夫礼祭他 中国的礼仪当中 多么厚道啊 多么慎重追缘 所以今天你在社会当中 对人群很有贡献 功劳最大的人是谁 是我们的父母 今天中国人的思想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善根 谁的功劳 历代圣者祖先的功劳 不能忘本 师长这么一问 也让我陷入城市 怎么只剩中国 是不是四大古文明的老祖宗 在神明面前抽签 谁抽到了 不用灭亡就不灭亡了 人生当中有一个真理 我们要放在心上 生命过程当中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都是四处必有因 福气降下来的一定是 前人种树 后人成俩 因为老祖宗了解到 语言跟文字要分开 讲话用当时候的语言 写文章用文言文 有一个朋友 他是浙江人 他离开浙江二十年 到深圳发展 二十年之后 回去跟亲友谈话 有时候很多浅词用语 已经不大了解 还要解释半天 语言二十年就有一个小变化 两百年呢 大变化 两千年 完全不了解了 现在汉朝的言语跟你讲 你能不能对嘴啊 很难 假如这个不分开 五百年一千年之后 文化就断了 现在其他的古文明 有很多考古学家 他挖到古迹很高兴啊 高兴呢 发现古迹 请问古迹文字背后的意理 传不传得下来 连那上面的字都有一些 根本就看不懂了 字都无法了解 怎么了解生意 不行 中国 祖宗有智慧 把它分开了 写文章就用文言文 四五千年都一样 只要你看得懂文言文 就能够契入几千年的 智慧大海当中遨游 这个缘分相当殊胜 在整个人类当中 绝无仅有 而且不只是文言文 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 是因为文言文传承下来 更重要的是这一些道理 是更古不变的什么 真理 不然你纵使有文字传承下来 假如道理不是真理 迟早会被时光怎么样 淘汰掉 所以这些经典文言文 是老祖宗给后代子孙 最大的恩责 这一段话听完以后 我很惭愧 因为没有好好读这些经典 这个眼泪就掉下来 各位朋友 我不是很爱哭 你们不要误会 我是内心感动 很忏悔 要重新来珍惜这一份恩等 当我掉完眼泪 把这些经典打开 突然觉得距离 突然觉得距离好近 本来很远 只约只约头都快大了 怎么突然变得那么亲切 刚好就体会 一切法从哪里来 从自己的心造成 你觉得是障碍 它就是障碍 你觉得 是恩德 觉得是保障 它就是保障 障碍不在外 在自己的一念心 因为这一份珍惜 资源 习源的心上来了 又时时提醒自己 要造更多 殊胜的法源 由于我们有这个心境 跟圣泽人的存心 慢慢接近 请问所有的经书 写的是什么 都是圣泽人的存心 心形一如 你能够与圣泽人的存心 接近经典相应度 就会不断提升 所以学圣贤经典 要直接了当 从哪里学 从纯心来学 好 我们今天课先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